五零九后的第七场补选今天登场了 那这一场关乎国阵代主席 拉杜斯里·莫罕默·哈山 能否证明其位的选战 拉动激烈选情 燕斗周一席补选的提名程序 上午十点结束 选委会宣布 燕斗补选出现四角战 除了国阵和西蒙之外 还有两位独立人士加入战维 森美兰燕斗周期补选 候选人名单十点十分公布 根据四名候选人的编号排序 分别是一号国阵莫哈默·哈山 二号独立人士马拉 三号也是独立人士莫哈默·诺亚辛 以及四号来自西蒙的斯特兰 森州政权虽然绑络西蒙 但这场选战 森州前大臣兼远任州议员莫哈默·哈山 以良好的形象和口碑 紧抓选民好感度 形势稍微占上风 斯特兰好不容易争取到 补选的机会 能不能撼动大树 目前还是未知数 至于另外两名名不经传的 独立候选人也为自己的选战之路 提出胜选计划 雁豆周期补选投票日落在4月13号 国阵监望三连胜 西蒙誓言打一场翻身战 2472张选票 一票也不能少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